欢迎收看夏东平车 我在2020北京国际车展的展台上 然后这里是宝马 它的纯电动的IX3这个车型 为什么要介绍这车呢 其实我觉得国际上边的豪华汽车品牌 他们在电动汽车的开发上是非常谨慎的 技术非常周全的时候 它才可以推出一个真正的电动的车型 也就是未来的这个iNEXT 最终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纯电动的系列的出之前 我觉得IX3这个产品是具有很重要的一个阶梯性质的 因为第一呢 有很多用户还是更加的接受传统的燃油车 另外呢 推出纯电动的系列之前 你的电气化的这部分的系统 一定要能达到技术上的完美性 为什么说这台车 它的电气化的部分是一个升级的呢 就是这个电动化的部分 对于宝马来说 确实是它在电动驱动部分的研发方面 达到一个高档轿车水平的一次新的成果 像这款车呢 它虽然只有一个后驱 但是呢 在这台车上 它的后驱的驱动桥 是把电动机 电池 电控 进行了一个高度模块化的整合 所以它体积很小了 而且集成度非常的高 另外一个呢 宝马呢 专门打造了一个电池工厂 IX3是第一个车型 IX3的动力电池是宝马的全新研制的一整套动力电池 这个动力电池由宝马独立来制造的 它只是从宁德时代购买进了标准的电芯 它的模组和它整个电池的整体的包装 和外边的外壳的整体的设计 是在宝马的工厂里 用宝马的工艺来生产制造出来的 为什么要独立来制造这个电池呢 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这个产品的核心技术 掌握在自己手里 另外呢 就是它必须得达到 宝马这样的高档品牌 对于品质和性能方面 以及安全方面 符合它身份的这种标准 它的制造的工艺流程呢 相当的精密 如何让它绝缘 如何让它保证安全 如何让它相互之间不产生连带性的影响 如何让它能够实现一个极强的自我防护 那为此呢 特殊设计的铝合金的外壳 把它包装起来 再加上温度控制系统 然后再把它固定在整个这车架上 而且这个电池啊 它不是在一台X3原有的车架上 直接再装上一个电池 它是要把原来X3车身结构 车底板一部分去掉 然后再把这个电池装上去 也就是说这个电池是融合进了 整个车身架构里面去的 因此上呢 内部空间呢 占用的地板的厚度啊 是比较少的 而且它呢 非常有效地增加了这台车的刚性 这台车它的侧向耐撞的能力 是极其的强的 这种锂电池呢 是现在能量密度最高的一种 三元锂电池之一了 是811 80%是逆 10%是鼓 10%是猛 那么这种锂电池呢 它的能量密度非常的高 大家都知道能量密度越高 它的活性越大 活性越大 对安全提出的要求也越高 所以整个的这个电池的制造啊 是这台宝马IX3上最核心的一个亮点 将来的宝马的各种电动车型都会以这样的品质来制造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款车呢 它的这个电池的电耗呢 也在同类型的这种高档品牌的电动车当中啊 是很突出的 它百公里耗电是16.7度啊 它是有两款价格 一个是47万 一个是51万 那么由于51万那个档次呢 有很多的高端的配置 那它的续航呢 就略微短一点 但是47万这个标准的版本呢 它的续航呢 能够达到500公里了 我还专门去跟这款车的项目负责人 认真聊了聊我的担忧 就是当这个动力电池在冬季的时候 长时间零下10度以下的时候 它的电池的效率会怎么样 那么他给我的答复是说 都不要讲我这个产地沈阳这个地方啊 我们是把这个车放在海拉尔 放在墨河那样的地方 去做冬季测试的 在这个状态之下 一整夜之后 它仍然能够没有问题的启动 然后呢 你可以正常的驾驶 当它的电流转起来之后 它会自动给自己加温 然后使它的整体的温度呢 达到它的最适宜的温度 然后激发整个电池的活力 所以呢 这台车它的热管理系统是非常好的 在外观上来讲就是一个宝马的X3 但是当你去关注它的细节的时候 你会发现比X3要光滑和细腻很多 在车头的前部啊 它不再需要那些复杂的进气道 去给它的发动机进行冷却了 最主要的一个设计还是低风阻的轮圈 这铝合金轮毂它不仅仅是低风阻 而且它还轻量化 相对于燃油版的X3呢 同样尺寸的这轮毂 这个轮毂它的重量啊 要降低15% 它的空气阻力降低5% 从而呢 它能够实现2%的能耗的降低 充电的位置在哪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用慢充的话 7.5小时可以从没有电完全充满 但是如果你要是用快充的话 它只需要45分钟 就能从没有电充到80% 所以它的整个的充电的速度啊 效率都是挺高的 现在这辆车 它已经不需要再用钥匙了 它已经有跟手机之间的 这种进场通信的功能了 手机在完全没电的情况下 你仍然能用芯片的感应 来把这车门打开 那打开之后呢 你就可以启动这台车 当我们进入到车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脚垫的位置啊 就比咱们通常看到的X3 要高出一块来了 这就是它下边电池的厚度所导致的 但是当我们坐进去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坐在宝马三系里的 那个轿车里边的坐姿 12.3英寸的液晶屏 再加上10.25英寸的中控屏 整个内饰看起来 也是非常熟悉的X3的内饰 它也采用了很多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 这些先进的技术 它是汽车业内第一个引领性的 推出数字化人机交互的厂家 就是iDrive 在宝马的iDrive这个系统里面呢 它整合进了一些开发者提供的APP 比方说QQ音乐等等这些非常方便 还有一点就是无线的carplay 无线的这个连接 宝马最值得炫耀的一个技术就是 它可以最后50米原线路倒车 而且非常的精确 你坐在右座的时候 没有什么特异的感觉 还是相当的舒适的 它在设计这个动力电池的时候 它在计算它的厚度的时候 我觉得是相当精确和细致的 不影响车内乘客乘坐的感觉的这种程度 坐在这的时候 你仍然觉得整个的腿部空间 脚部空间都是相当合理的 虽然地板看起来比燃油车要厚一点 但是它并没有实质上改变 我们乘坐的姿态和乘坐的这种体验的感觉 我们可以看到它后排的地板 还是相当合理的 但我坐在这的时候 也没有特别的厚的感觉 它的坐垫和腿的贴合 我觉得还是挺到位的 整体上确实我坐在这台车里 我没有感觉有什么异样 只是稍稍觉得地板有点厚 但是这些都是不太能看得出来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这都体现了一个 豪华品牌 它的这种标准 刚才我们在前头看到了一个充电口 然后我就发现后边还有一个充电口 这就是快充和慢充的分离 在这儿呢 是它的快充 你要在45分钟之内从没有电 充到80% 就从这个地方充 而这辆车的奇妙之处在于什么呢 它是一辆后置后驱的SUV 因为它的电机在后桥上 那么这台位于后桥上的电动机 它的功率有多大呢 它是有286马力 210千瓦 扭矩是400牛吨米 它0到100的加速呢 是6秒8 车尾的设计呢 也跟传统的X3不一样 首先它用这个蓝色来标志 它的新能源车的身份 这两个蓝色的部分呢 正好是它的双通道的一个扩散器 就是要提升这台车的空气动力学的效率 这台车啊 电池的厚度控制的特别好 并没有明显的影响车内空间 这车的重心比一个普通的X3 要低7.5厘米 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 电动车相对于燃油车 它的一个优越性 在变成了一台纯正的电动车之后 这台车的装载空间 乘坐空间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我们还可以看到 它下面很深的二层的植物槽 这个地方呢 还安排了遮盖帘的安放的位置 在这一个部分的下方啊 就是那个整合在一起的 电动机传动系统和它的电控系统 紧凑度是非常高的 模块化程度是很高的 所以这一套动力电池 再加上这一套电机电控这部分 实际上对于导马的车型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将是它未来走向 真正的全面电动化啊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果 未来我觉得这个模块化的结构呢 它还会变得体积更小 效率更高 但是呢 它的模块化的格局 基本上已经奠定了 那之后呢 如果在前桥上 再增加同样一套系统模块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 极其强大四驱的车型 到那个时候呢 应该不是IX3了 应该是i-next 它这个电池也是可以 是像模块化一样的一个结构 它可以变大变小 很自如 让它变得电量更高的时候 你可以把电池的体积拉大 那它适用更大的车型 动力更强的车型 而同时呢 这些系统全部都平铺在车底部 而上部呢 就可以腾出非常自由 非常广阔的一个设计的空间 IX3是宝马走向 真正纯电动化的一个 很重要的车型 因为它的这套电动系统 才是真正成熟了的 才是真正体现了 现代的电气化产品的 这个水平的一个电动的系统 这款纯电动的宝马X3 只会在中国生产制造 但是它会像其他X3一样 卖到全世界所有的市场当中去 那么这款电动车型呢 它还有着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就是宝马从一个传统的燃油车的制造商 通过奋力的研发 终于使它的三电系统 电机 电控和电池这些系统 都能够达到了很高度的模块化 技术的成熟化 而且呢 能够达到非常高的 符合豪华轿车使用的安全的标准 耐用性的标准 性能的标准 奠定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当然它也会为很多喜爱宝马的用户 从自己习惯所使用的燃油车 逐渐接受电动这个概念 慢慢地转向电动车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过渡的车型 好 感谢收看这次的夏东平车 欢迎关注踢车帮 只为爱车的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